面对成群野狗的围攻 油猪赶紧给自己挖个坑 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油猪变得如此极致 这得从他哥哥说起 那是一头比狮子还大胆的家伙 面对十几只韬钢副主任 不但一丝慌张 就连野狗多瞅他几眼都不行 上前便要教训他们 野狗被愣得一愣一愣的 搞不清楚谁才是吃肉的 第一次见如此神气的油猪 一时还真不敢上前 还是斑马打破僵局 油猪才打算今天先放过他们 后知后觉 野狗才将这只愣头青包围 那结果毫无疑问 被野狗们活活吃掉 为自己的鲁莽 付出惨痛的代价 自从见证了哥哥的惨死 对野狗害怕那是深入骨髓 反正谁都一样 怕什么就来什么 这不玩犊子了 自己也被野狗看上 那还有啥犹豫的 撒腿就跑 野狗哪能让快到嘴的肉飞了 在后头紧追不舍 油猪那是越跑越怕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了 还深知野狗有活涛的时候 集中生智 赶紧给自己挖个坑 一屁股就坐了进去 这下安全了 一向喜欢掏钢的野狗 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 你们说这只油猪能否逃过这遭 请在评论区留言